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抱歉啦各位 不過跟了這麼久 最近的靈感隨著冬天降臨 被覆蓋在棉被底下 外加最近B站的瓜太多了 實在有點吃不過來 那就讓我們直接進入主題 白金回廊 遊戲開發商為上海竹龍 母公司為網園聖堂 陸服將由股東之一的騰訊代理發行 政治宣布將在明年的1月12號公測 看來是想趕在過年前賺一鋪紅包錢 韓服的話預計是由伊芳代理 台服的話就看是由上述這兩間 或者交由原廠自己來了 有消息的話我會再通知 2007年上海卵星推出了仙劍4之後 項目團隊就被解散 合併到北京卵星旗下 於是其中部分成員出走 接受第三方投資 成立了現在的竹龍 那竹龍最有名的作品 就是2010年的《古劍奇壇》系列 以及後來的衍生作 也翻拍過相關的連續劇 當然推出手遊也是必經之路了 像是2018年的MAO 《古劍奇壇2》正版授權 但在2010年後順利死去 或者像是類似《魔靈召喚》 《陰陽師玩法》的《古劍奇壇》《牧羽人》 在2021年的7月上線 但也在去年11月就官府了 結束他短暫的一生 所以廠商真的不要什麼東西套上IP 就拿來嘎韭菜 另外剛提到的《上海卵星》 一路走來也是浮浮沉沉吧 經歷了後來的再次重建 又被解散 最後由方塊遊戲投資他們 讓團隊再次重新建立 開啟重製第四代的計劃 但現在玩家要求越來越高的年代 要能重塑當年的榮光 是真的非常難 而且我總覺得仙劍這個IP 離年輕人其實是越來越遠的 不過只是老人之劍的放貨情懷罷了 那另外提一下 大宇後來不是把仙劍打包賣給中手遊嗎? 那中手遊之前我也講過了 他就是一個專門榨乾IP價值的廠商 之前也介紹過他旗下幾款遊戲 反正我是不會推薦花錢在他們家的任何遊戲上 包含前陣子台服推出的 《新仙劍其他鑽之徽劍劍勤勤》也是 這款在陸服已經走上涼涼的道路 台服不過又被當成一個最後的收割地罷了 不過我是蠻欣賞他們的陸服官方啦 TAB上的簡介也是直接把話說開 主打一個成不起你 至於中手遊最近那款耗時二年開發 幾項惡測的仙劍世界 只能說是圖窮比線 達邊率高達99% 誰玩我笑誰 而這個中手遊 連完蛋我被美女包圍了 這個話題他也能秤 公布之後要搞一款 天啊我被仙劍包圍了 我是不知道現在仙劍 還有多少IP變現力跟魅力 但廠商肯定是整天幻想被超配合包圍 那還是回到本次遊戲吧 雖然沒有掛上古劍集團的名字 但還是有將該AP系列中登場的角色 讓他們以全線樣貌跟玩家見面 讓老粉能從事回憶 為他們下一款單機作品儲值 也希望不會是款開服及官服的作品 然後我也只能說廠商是蠻衰小的 可以看一下近期這段時間 白金回良的陸服討論度 看上去還算不差吧 那我們這邊加入一個參考指標 同期內測的對手 絕驅靈 根本是碾壓級別的霸凌 當然也有可能是騰訊還沒有花費資源去推廣 而且兩者遊戲明顯受作不同 不過確實也影響了白金回良的討論度 希望未來廠商也真的不要選錯時機露臉了 那本次的試冊體驗都是以官方的PC版為主 手機上的畫面表現多少會打折 所以請謹慎參考 故事開始於名為《聲羅世界》的猛日 四周滿是火光跟警報 一看就知道 要出大事了 接著就是經典的 朦朧真言醒來 我是誰 我在哪 我要幹什麼的節奏 狂故事周後跟一個愛嘟嘴的妹子 蘇小交談得知 這次玩家扮演的身份為 白金科技的CEO監督 並發現現在所在的時間線 跟記憶中的有所偏差 後來我們會得知 這個世界並不是單一的 存在各種平均世界 並且透過五年前天系世界中 突然出現的天系通道連接者 而從通道中也產生出各種怪物 災變 以及帶有輻射的X星體 還有來自其他世界的穿越者 那他們會被招募進白金科技 或者其他組織 又或者單純是為了自己的目的的行動 另外剛提到的X星體 它是會散發輻射的 如果受到輻射影響的患者 它不只會死去 還會變成怪物 只有少部分的天選之人能活下來 成為獲得特殊能力的同調者 而天系通道對當地的居民 也造成了不小的危害 被白金科技控管 導致檯面上的白金科技 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對此開發魔力 全然不管民眾死活的無良公司 讓民眾非常厭惡 但實際上他們是為了避免大眾恐慌 嚴格管控 並且對X星體加以研究 希望能找到解決治療的辦法 後來經歷各種謎語之後 玩家仍舊沒有找到自己 為何會穿越時空的原因 隨著劇情的推進 我們又被推回到原本記憶中的時間線 似乎剛剛發生的一切只是場夢境 接著玩家就會捲入各項事件中 劇情方面跟世界觀的設定 算是比較常規老套 不過以平行世界來串聯旗下其他遊戲中的角色 也是個比較穩妥的處理辦法 這樣才不會顯得太突兀 演出有Live2D 但也有穿插一些純粒會 不知道這邊是不是沒有做完 還算不錯 但不知道是配音源程度上的差異 還是有刻意為之 路人群反倒像是無情的念稿機器人 外加塞了些不知道是為了玩梗 或者脫胎前的劇情 月熟假的還是有些籠餘 總之一路看下來 觀感體驗上比較一般 但也有可能是不對我胃口吧 再來美術方面 每個人物都有設計各自的演出動畫 而且並不是走常見的日式風格 單看立繪的話還沒那麼明顯 但回到了3D建模上就有很多爭議了 我看B傳評論區還有彈幕都是各種PTP 除了老生常談的引擎、渲染、配色、精緻度等問題 美術又融合了像是國風、韓系、潮流等元素 外加五官塑造跟我的立體美型 包含瞳孔、妝容跟笑容 有時候讓我會覺得更像是一款女性像作品 如果你是比較習慣日式風格的 一開始看上去可能會覺得不太習慣 但其實只要廠商不是換皮 或者搞那種低劣的建模 大多數我都還是能接受啦 反正看久就習慣了 曠解現在遊戲越來越多的情況下 廠商即使走一般日式建模 反倒會因為沒有差異化而不被看見 而在新聞採訪中也有提到 他們確實本來也是想走比較主流的日式風格 但受限於公司過往的開發經驗 所以最終還是採用現在的呈現方式 看看B站今年自己他推了幾款重點作品 想學別人嗎?或者想搞色特的遊戲 都在公測之後插無尺油 等待死神準備敲門 更別說什麼一線大場了 例如網易最近內側那個酒機起風之旅 直接讓你夢回10年前 再來是角色養成方面 一個是角色的位階 就類似上線突破 還有與技能方面關聯的異化核心 就是命座、星魂、塑造、同名身心等 看你要怎麼稱呼都行 然後完全沒有等級要拉 個人覺得這點非常的好 抽到的角色就能快速上場利用 建議其他廠商可以學學 而另一個就是落痕 但他並不像常規的裝備系統 無腦丟資源拉滿就好 或者要湊什麼套裝屬性等 他是必須透過一個培育系統 就是遊戲中的曼巡迴廊 產出一個刻印後才能使用 這個養成也是遊戲中的核心玩法 透過玩家選擇隊長跟落痕 迴廊會有多條不同的培養路線 你可以根據手上的隊伍類型去選擇 最終完成刻印的評分越高 映射給隊伍能力也越高 而在後面的各種關卡中 評分也是站立檢驗的標準之一 當然他也並不是絕對的啦 因為玩家的操作也會影響通關率 但目前落痕能免費獲取 或者主要就是透過卡池抽取 重要性的話是明顯高於角色本身 但目前沒有PTP系統 只要廠商不刻意刁難的話 抽不抽取對通關的影響並不大 雖然第一眼看上去可能會覺得有點複雜 但其實他就是把角色的部分養成 轉移到裝備身上 減少等級專武的硬性綁定 只要是適合刻印的角色都能上場 但你在搭配上會更為靈活 如果看不懂屬性間的加成關係 就無腦選最高分的路線前進就好 通用性也不會太差 未來應該會有相關的計算工具 或者大佬的最優解 因為這個曼旋回廊是用每日參加上線的 只能靠吃道具或者等時間回復 有人會用賽馬娘的培育系統來比喻 但這種三維養成玩法其實蠻早就有了 我反倒是會想到以前玩過的美少女夢工廠 或者怪獸牧場這些作品 但確實白天回廊這種培養方式 在目前的手錄市場上是比較少見的 而官方也怕玩家上手有困難 所以初期提供了一個簡易的慢巡模擬 讓玩家可以無腦一鍵使用 不過當你後面推不動關卡 還是得老實去推正規的慢巡回廊 試測中不含模擬的話共開了三種難度 不過如果廠商願意的話 也是可以無限的膨脹下去啦 就看廠商是不是要這樣搞了 再來是遊戲的戰鬥玩法 其實它有點類似無奇迷途那種即時策略加Sota的類型 但它並沒有鎖死固定的路徑 相對會更考驗玩家對場上情勢的把握 當然也有提供自動模式 但這個釋放邏輯並不是太好 只適合在本身練度高 或者通關壓力低的場景使用 外交遊戲會提供一些場地機制 這並無法靠AI去觸發 所以如果你是個單純的休閒檔 想把它當成放置遊戲玩 那這邊就不推薦了 或者你也可以靠超能力逆轉一切 每場戰鬥最多可以選擇8位角色 但同時最多上場4位 4情況可以切換上場 不過有個冷卻CD 指揮塔也能放輔助技能來協助戰局 不過他們都有各自的施放次數限制 別想靠無腦輸出解決一切 把握每次的施放時機非常的重要 人物有設計大招動畫 但演出時間是有點太長了 挺影響戰鬥節奏的 如果是以前的我 可能會耐得住性質等它播完 現在是真的沒辦法了 所以我果斷選擇了關閉 結果就不知道為什麼會出現一個BUG 每次只要用大招就會出現一片灰底 那除了常見的各類職業區分以外 也添加了一個屬性機制 而且難得是真的有把屬性彼此間利用起來 並非單純的A大於B大於C大於A 這種五行加光暗的克制 這點也是真的非常少見了 只要你有基本的遊戲邏輯 就可以透過水、火、冰電等去嘗試配對 足以一個水電、冰火、水雷等 像我一開始抽到冰系角色 就有一路用水加冰的組合 搭配我的渣操作 短時間就能順順推完組件 所以這個基礎難度上是沒什麼問題的 如果你真的懶得動腦的話 就有去看強度榜啦 而且提供的角色類型也足夠廣泛 還能找好友抱大腿 在初期能組成的陣容玩法就非常多元 對比某款以硬核戰術策略自居的追放 真的是不在同一個層級啊 而這種战斗玩法跟元素反應 歧視也是來自一款作品 沒錯 就是 遊戲的評分極高 而且獲獎無數 2017年的二代續作 也是個重量級作品 評分都爆表啦 今年該公司推出的博德之悶3 繼續創下極高的討論度跟銷量 果然能打敗自己的還是只有自己 不過在單機上無仿 但對於手遊這種長線精英的作品來說 這種玩法設計的越複雜 就越考驗平衡規劃 當然如果官方不去刻意提高 N更的上限的話 這點倒是無所謂 否則只要沒設計好 就很容易搞崩體系 變成一個純粹的素質戰鬥 過去很多遊戲也是在崩了一次素質以後 後面就開始放飛自我了 像以前龍族拼圖的取義式 就是一個蠻典型的案例 或者像最近的幻塔 為了解決當初底層設計的崩盤 所以想搞個回溯符重生 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一堆人留言 希望能將舊資源的數據轉移 就挺神奇的要求 因為這明顯跟官方的用意不同 如果真的能讓你轉移的話 那就沒有開心服的意義啦 官方雖然公告說了一大堆 但簡單來說他就是想用原有資源 去開一個新的遊戲啦 這樣就能在不影響老玩家的情況下 做出輕量化版本去拉攏用戶跟退坑玩家 這點就有點像是溺水寒的手遊 不過這招應該只對中國市場有用啦 畢竟現在海外已經量的很徹底了 而且明年還有一堆遊戲要上線 那個宣傳跟競爭成本真的太大了 SAR看起來像是給老遊戲循命 說不定廠商只是想通過這個回溯符 收集數據後給新遊戲鋪路也不一定 那車遠了我們還是回來吧 那其他玩法就比較大同小異了 帕塔 周本 可掃蕩的材料本 家園生產跟技能數的升級等 還有咖啡廳的系統 可以根據喜好佈置 重點是邀請角色來泡茶聊天 可以根據文案線索去推教出他們的喜好 不過我感覺這個系統是還沒有做完啦 有些角色就是安靜的喝完 然後什麼話也不講 然後這個演出其實有點尬 觀賞性其實沒有想像中這麼好 然後再來就是客金方面 除了常規大小約卡跟通信證以外 並沒有什麼搞人心態的VIP 或者手除禮包等 不過意外的話 未來應該是會賣實裝啦 那核心的商業模式就是抽角色跟落痕 還有一個免費的友情落痕池 不過這並不是太重要 額外會在角色30、300抽的時候送一個自選 不過以常規的匯率來計算 實抽的話應該是在台幣760元左右 一樣有50%的機率會歪 60抽以後開始提升機率 大小保底約落在75、150抽左右 繞痕也有300抽自選 暫時沒有與角色強關聯 60抽保底隨機出貨 另外卡池是各自抽各自的 需要什麼就去哪裡撈 不走混池的路線 也沒有碎片要拚 讓一般玩家可以專注的投入資源 當然如果可以學學別人 完全沒有裝備池就更好了 那綜合目前遊戲內的福利投放 跟未來的版本活動 無維克應該也是可以玩得很開心 結論 《醒時三生骷髓》 《醉裡一夢江湖》 雖然這個遊戲很多人誇他的玩法很好 而且還有什麼2023最強之類的標題殺 但我對此還是得打個問號啦 至少實際的玩起來 才知道有沒有你想像中這麼美好 而且雖然美術確實存在個人偏好問題 但也不肯否認的是 對比主流大眾市場而言 還是會比較勸退一點 而且就算是像我這種雜石怪 如果沒有看對眼XP的角色 就很難會有心智打開來玩 假設扣除IP情緩的濾鏡 對於手上已經有多種選擇的玩家而言 這款綜合起來的魅力也不夠足夠 至於如果像我要搞燒腦的話 會更偏向去打開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跑路的環形旅色 看劇情的話選擇就更多了 什麼1999跟無情迷途都可以 你將一路玩下來其實也夠打發時間啦 人的一天時間是有限的 不可能什麼都玩一輪 除非你是肝上長了個人 不過還是要說 這間廠商確實也是有誠意的 投入的成本也是肉眼可見 間接到官方態度也算還行 假設你手上剛好沒遊戲玩 又很喜歡這種畫風的 就可以等上一等 很快就會跟你我見面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